贱皮丸 龟皮丸 人生贱皮丸 生灵白竹伞 脾虚人群究竟该如何选择 对于脾虚人群来说 贱皮丸 龟皮丸 人生贱皮丸 生灵白竹伞等 这些常见的贱皮药物一定不陌生 那么这么多的种类究竟该如何选择呢 今天我来给大家具体的讲讲 这四类药物的适应症 相信你看过视频后就会一目了然 担心记不住就赶紧点赞收藏吧 首先来看贱皮丸 贱皮丸由党参 白竹 层皮 纸实 草三渣 草麦芽组成 具有贱皮益气 开胃消食的功效 适用于吃得少 消化不良 腹泻 腹胀 大便 膛息等症状 再看龟皮丸 贱皮丸里含有党参 草白竹 芙苓 当归 木香 大早等 有益气健脾 养血安神的功效 主要用于心脾两须 气短心静 失眠多梦 食欲不整的 简单的说如果是单程的消化不良就选贱皮丸 同时伴有心慌 失眠 气血虚的症状呢 就选龟皮丸 那么人参健脾丸呢 由人参 白竹 芙苓 三药 橙皮 当归 草栓草人 自远质等组成 具有健脾益气 合胃止泻的功效 如果是脾胃虚弱引起的消化不良 恶心呕吐 不想吃饭 腹痛 变糖 体弱 倦怠就选它 第四个是森林白竹伞 森林白竹伞是由人参 白竹 芙苓 山药 莲子 易蚁仁 极梗 甘草等组成 具有补脾胃 易废弃的功效 脾胃虚弱 丝气重 四肢乏力 面黄肌瘦 吃得少 气短 咳嗽 这类人群可以选择森林白竹伞 你现在明白该如何选择了吗 快转发给你身边的人吧